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孫子市法》 市房今天又繼續沉底 之前我們常說創十一年新低 現在到十三年半新低 跌穿了之前歐債危機的低位 最低是見過一萬六千零一十點 其實距離穿一萬六點 只剩十點的距離 最後,因為下午的時候 因為Bomberg那邊就傳出 內地可能就會放寬入境檢疫的措施 之前他們沒有記錯,應該是七加五 現在就說到二加五,但只是傳 但是內地暫時 見到內媒都未有更新關於這方面的說法 我們就觀望一下 可能明天也會有相關的消息 因為這個因素傳出來之後 看到指數就略為收窄 但到尾市都要跌多一點 最終收補一萬六千二百八十點 跌二百三十一點 成交金額就回升到一千二百六十七億 這方面可能就比較不太好 見到股額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其實為甚麼市況今天會又跌下去呢 我想最主要都是見到外圍那邊的匯市很動盪 因為現在美國方面又繼續加息 其實之前一直都是這樣說 見到那個美匯 前兩天偏遠了兩天之後 昨晚又再反彈上去 還有那個十年期未債的資息率 又繼續都是回到十四年的高位 英鎊那方面又回軟了 因為昨晚CPI是不好的 人民幣又繼續 貶值壓力也很大 見到最差是去到七點二七九 進來之前再檢查一下 都是去到七點二五 因為中間曾經跌幅收窄了 之後又跌下去 見到外圍那方面都頗受著 即是說一句話 都頗受著這些因素去影響 也想問Ricky 覺得這晚六點 支持力度大不大 是不是很容易都會 大幅都會穿 你都說了這麼多 你這樣掃出來 都頗頭痕 有一個你好的 可能放寬的防疫 可能 放寬防疫又再傳出來 之前也傳過 今次又再傳出來 不過你要注意 今次傳出來之後 除了航空股好一點 有些反應之外 其他股份不見 不知不見 有積極的聲勢 以前通常傳這些消息 內需股 特別是餐飲股 就會白眼衝上 今次傳出來 市場也不是很大反應 可能具體的細節不是太多 除了一個數字 二加五之外 其實就不太知道 具體是怎麼搞的 特別是外來人 就是外國遊客 如果沒有居所 怎麼做個五呢 在哪裏有五呢 只有二就沒有做個五 不知怎麼做的 其實只是傳出來 特別是現在其實 還在搞十六大 都